假面球是播出了这么多年 早已创作了多项历史 当然有时候为了宣传新骑士 也会在预告中放出史上最强骑士的名号 但这种口号基本上隔几年就会见一次 压根就没什么含金量 本期小城就细处一下假面球中究竟有哪些史上之罪 一 最强变身者 天道总司 天道的这个称号也算是官方认证了 假斗第一集的标题就是最强男子 天道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 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男人 而随着剧情慢慢展开 天道的表现也确实符合这个称呼 毕王算是个天才型人物 料理做得十分优秀 同时还靠着出色的化妆技术 还拥有着许多女性粉丝 天道虽然没有工作 但却能靠着炒股票赚钱 这种操作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因为在成为假面球的以前 天道一直有在锻炼自身 所以他才能在变身后强得像满机号回新手村一样 当然再强大的人也是有弱点的 天道只有在面对两个妹妹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普通人的一面 这种反差感也让他的人设变得更加生动 啊 最倒霉蛋和最弱变身者 野上梁太郎 有了最强的自然会有最弱 梁太郎的人生非常的不幸 每天都会遇到一些倒霉事 这个自行车能骑到树上 好不容易被救下来 又因为车子爆胎惹上了一群小混混 被抢了钱包还不够 又白白爱顿打 甚至只是站在路边都能被小狗盯上 所以说梁太郎能活这么多年 反而是他最幸运的事了 而拥有着这样的人生经历 他的性格自然会显得有些软弱 第一次变身成电王时的表现 也很像是一个普通人 如果没有电车四傻的帮助 梁太郎真的很难走下去 不过也正因为梁太郎的善良 他才能改变电车四傻 才能和他们一起打败最后的敌人 三 腰带最多的骑士 飞电货人 灵仪里面出现过的腰带数量可太多了 像下剧场版和怪人们用的腰带 灵仪总共有17条腰带 所以这科技系骑士造玩具是真的快 16级就出现了16个玩具 最造玩具还不够 还有老千这个造爹狂魔送玩具 霍仁的四条腰带 各个都是重量节 除了一开始用的01驱动器 后面还有02驱动器 飞换后使用的亚克驱动器 剧场版中应急用的强制升华器 一人骑其四条腰带的成就 除了霍仁 也就红爹能做到了 不过红爹是因为有乐器和创起两部剧 所以才能达成这样的成就 四 吃鞭最快的骑士 五十蓝大二 吃鞭最多骑士是谁 已经难以去证实了 可最速吃鞭传说的称号 目前已经落在大二的头上 以前吃鞭最快的骑士 基本连连都会变 但大二这个记录 小生觉得应该没人能打破了 看看前面几位记录保持者都是什么样的表现 龙王满状态用基础形态给了一种几拳 坚持了16秒吃鞭 既然经过一场战斗 给上条书一键 用基础形态坚持了3秒吃鞭 只有大二用的是最终形态 还没跑到敌人面前 坚持不到半秒就吃鞭了 这个吃鞭最快的称号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会伴随大耳的一生 五 最没排面的boss 利维斯中一大堆 至时中期出场时的压迫感 确实很有种boss的感觉 然后在套皮暴龙出场后 他就瞬间变成了暴头蹲防的小丑 原本以为肌肤能有点boss样 结果他更加的离谱 塑造的没有逼格就算了 轻轻松被五十蓝一家给踢死 博士就更加不用提了 跳凡的动机像个笑话 被打败后又躺地痛哭 出场两集就下线了 赛利维斯中当反派 简直就是阿卡姆的灵魂 马戏团的招牌 总结一下就两个字 小丑 六 最骚最浪的boss 一种 创期真的是骑士中少见的最终boss 在第一集就出场的赖达巨浪 虽然很多人在一开始就能猜到 这个收养主角的咖啡店主应该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但最多也只认为他算个精英怪 完全没有想到他竟然是最终boss 至少小丑我一开始是觉得老圣这个面向看起来就是个内奸 但最后的结果却狠狠地打了脸 老圣成了名副其实的假面骑士 一种成了史上最骚最浪的boss 如果没有失望的斯沃鲁兹的话 一种说不定还会是史上最强boss 自从一种彻底不装了暴露自己的阴谋后 他就一直在算起主角团 独打战兔让龙我提升危险等级 随后融合龙我进化到二阶段 借着战兔和自己同归于尽的机会 附生战兔进化到三阶段 最后靠着主角团的大招成功修复了黑洞班级 让自己进化到黑洞形态 虽然一种每次都留一手放过主角团 但他的每一个行动也全都完成了自己的目的 有着这样的对手当boss 确实会让人感到无力 切最惨主角 最惨主角这个称号 大部分人都觉得是战兔 其实历维斯中的一会也同样过得很惨 战兔是因为有个强大对手 自己英雄的身份是一种未完成目的伪造的 最终形态 天才形态 因为东鹰的抠门变成了大聪明形态 大结局为了打败一种 身边的同伴全都牺牲 来到了新世界后 其他人全都有女友了 只有他自己还是个单身 而一会则是个百分之一千的工具人 好好的男主成了打手 哪里有战斗就把他丢到哪里 并且变身次数越多 以往的记忆就越多 曾布里维斯只有开头和足球回 稍微塑造了一下人设 从头到尾陪伴他的胖虎 也在大结局被编剧刀死 至于一会和战兔到底哪个最惨 萧尘还是交给你们来决定吧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 我是小诚 一个绝对不会脱根的男人